今天我们来练习菱香花 菱香花的花瓣是一般五到四朵 然后有花筒的结构 它是藤蔓植物 所以我们会让它往上有一些枝瓣 然后往下垂下来 有聚在一起的就有散开的一点感觉 我们先画它的花瓣 色笔润湿沾水调薯红和朱砂 偏橘红色 你可以只用薯红和朱砂 测一点风 点下来有一些颜色变化 聚到一起去点 其实有点像梅花的感觉 中间可以留一点点小的空隙 作为花心的处理 然后做一下 互相关系 方便我们再画一朵 让它挨得很近的遮挡的画形 下面我们再加一个侧面的画形 这样它又不是一个正圆 而是一个缩形或者是椭圆形 我们离这个组合再远一点 下方呢 再画一朵 然后我们调一点鹅黄色 调这种淡淡的橘黄 画一下它的花筒的结构 有的能看出来啊 有的是看不出来的 这边呢 我们加两个小花冬 颜色稍微重一点 下面也是一样 这个花包也可以后面再去画 所以两个聚在一起 一个散开的一个规律 画完花瓣之后呢 我们调浓一点的薯红 画一下花瓣上的纹路 也是聚到里面来了 往花心的方向去聚了 花瓣也可以适当加一点 这样的一个纹路 如果想画更深 甚至可以调腌制色 好 最后呢 我们先来画它的枝叶 我们用墨色来画它的枝叶 底间蘸水 蘸墨 调开 枝叶它是一组一组的 我们先来画它的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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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先画出 那么一两组来 然后笔尖沾水 来画它的叶子 注意大小的叶化 最后来一小片封这个结尾 它有一定有一定的变化 一定要变出来 然后上面这边呢 我也可以适当地加一个小的枝叶 这次叶子画得浓一点 最后你先蘸墨 调浓 画整体的枝叶感觉 注意粗细的变化 注意这里面的墨色变化 穿插的关系 可以有一些往下垂的小藤蔓 然后我们蘸一些浓墨 先把它的花脱的感觉画出来 再把它们的枝叶串联起来 可以有一些缠绕 它一定要是往上涨的 它是向羊而生的 最后像这种叶麦 也可以适当地加一点 也可以不扎 如果吃饭有点空的话 我们可以点一些开点在里面 最后可以选择换小笔 也可以用小白云 只要有笔尖的笔就可以 去点一下它的花蕊 直接用浓墨点出来 可以有不同方向的变化 点准备的时候要注意高低错落 不要太多 这样一幅简单的玲香花就画好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